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交通事故偵查與重建技術 這個課基本上分兩個主題 你從這個課的表面上就可以看出來 第一個是這個事故偵查 第二個才是真正所謂的重建 事故重建 那在事故重建裡面 前端一定有偵查 因為你要蒐集資料 所以這個課程裡面會針對這個部分 來做說明 那這個課程裡面 在很多課我們都需要這個先修課 那本質上我們沒有要求 學員需要有什麼必備的先修課 不過有幾個如果你會的話那最好 特別是這個交通工程 那車子因為事故重建裡面 通常車禍就是碰 車子碰 所以你對於物理或者是力學裡面 這個碰撞這個工程力學 如果懂一些那最好 那因為出車禍裡面 人的因素佔很大的部分 所以你如果懂一些人靈工程 人靈工程在工業工程裡面 是一個專門的學問 不過少數的時候 我們會認為在心理學裡面的範疇 那也沒有關係 那也是可以的 那在課程裡面 我們的目標是這樣 是希望能夠介紹這個事故偵查的內容 讓這個學的人知道說 那出了一個交通事故 我們怎麼樣去記錄它 到現場怎麼去蒐集 雖然我們自己不會用到那個 我們做事故重建的人 但是在許多時候 你如果懂這個收集的需求 那最好 因為別人有什麼收集的東西 不太齊全 我們還可以叫它補齊 因為後端用的人是我們事故重建 那接著這個事故重建 就有一些技術 其實這個課最大的核心 是在這個部分 但是前段我們需要知道 是因為前段我們要仰仗 在全世界裡面 交通事故現場的資料的偵查收集 幾乎都是靠警察 那你如果有專業的人 你也許偶爾也會需要去做這個東西 我們在課堂裡面會談到就是說 你去補收集 因為你手裡這些資料靠別人拿到 可能還不夠用 那這個課呢 如果純粹這樣來說的時候 各位就會聽到一些 喔 資料怎麼來 那別人來 大概含有什麼成分 那接著我們怎麼用 我們可以用這個重建的技術 去重新把它事故建立起來說 它的來龍去脈是這樣 至於誰對錯的部分 在台灣叫做事故鑑定 那是另外一個學問的事 那一部分倒是需要比較多法律的 因為交通行為裡面是需要法 來最後定義誰的對錯 所以這個課程裡面 我們一定要有真實的case 讓各位同學可以去看到啊 理解到啊 去想啊 你才會知道說 缺的是什麼 那真正我們在座做的時候 可以是做什麼 那我們用的教材啊 大部分的這些材料 都是來自於這個 老師自己編裡面有一些講義 長年來累積起來的 那這整個的七個chapter裡面 都有它的那個論述的內容 那這教科書如果各位要去找的時候啊 最有名的應該是這個西北大學 Baker那一本 那後來有這個在警戒裡面擔任很久 工作很久後來專門在做事故重建啊 美國的那個RW Rivers 他那一本啊 他有好幾本 他比較新的這一本啊 他號稱是這個事故調查員的手冊 Menu那個部分 這個裡面也講得還蠻清楚的 對於前段的部分 那後面是有一點點的論述 事故重建 那主要是這個課程的講義 那講義的部分後段還有一個比較特別的就是 老師二十幾年來看車禍裡面的重要的那個論述的東西 很關鍵的每個case有短短的一句啊 或者是一小段啊 這一部分這個東西 本質上是非常有用 講起來應該算是精華 不過那一部分的東西還蠻多的 後來累積蠻多了 我們在課堂上會說一部分 不過各位如果純粹只有自己去讀它 要理解有一點點小小的困難 那我們作業的時候應該也會用到一小部分的這個部分 讓各位去看來理解 那時間上因為這個課三個學分 所以在教大裡面就是五十四個小時 十八週乘以三 那我們有一些規劃課程裡面的時間配當啊 包括這個第一部分當然是事故偵查 第二部分是這個事故重建 那偵查的部分裡面我們傳統的去論安全裡面啊 就是人車路 很典型的就是這樣 所以你事故資料收集的時候 就前段的偵查 基本上就是人的訊息 車的訊息 道路的訊息 這些資料的information的收集 另外一個很特別的啊 你資料收集這些訊息收的時候 在車禍裡面的現場很關鍵的一個就是照相 這些馬路現況啊 車子的樣子啊 的照相跟測量的技術啊 你會用到 這個要把它收回來 這不是說有警察通人問一問寫一寫就結束了 那現在最新的科技裡面各位可以想到就是錄影 錄影就可以全部把它錄起來 非常關鍵我們在看車禍的時候曾經就因為那個是死亡車禍很嚴重 所以刑事警察到現場就錄 錄了半天最後案子有點焦灼啊 結果老師就靠那個刑事警察錄的那個影片啊 從他錄這樣不經意錄過去的東西 我們知道當下有哪些東西 其實現況有些是沒被紀錄沒被拍起來的 後來就靠這個有答案喔 靠這個而且是很關鍵的一個證據的答案啊 那另外的第二個部分事故重建的部分裡面啊 會我們有幾個步驟包括座位程序 平常都是這個都是怎麼做的 另外還要你要學這個車輛的運動啊 所以才會先休課 如果你懂一些力學那更好 因為車禍裡面一定是有 車子在跑跑跑然後 不論什麼事不論誰的原因啊 他有一些非正常的移動 翻車啦碰到人家啦碰到其他車 一定有這個東東 那這個是叫做車輛的運動 是不是碰就是下一階 所以第三個會是碰 你如果車子沒有去這樣碰到呢 理論上都不叫交通事故就不叫車禍了 車子跑一跑自己翻車 這叫單一車輛事故 那假定沒有傷亡這個也沒有什麼報案的必要了 你會損害到別人的地方了 所以那重建的最後一個部分啊 我們會做一些案例的探討 因為隨時老師手裡啊在交代裡面 我們隨時有這個車禍的案例 在不影響個資的情況之下 我們會有一些案子啊 會在課堂上拿出來討論描述 那有一些很特別的關鍵的這種 證據的呈現的部分啊 可能在法院的程序走的中間中 有一些東西很難得你會看到 或他的樣子是長怎樣 那有一些老師會翻拍出來 會給各位看到 所以我們還有一個案例的演習 所以時間上大概是這樣 那很大的部分會是老師在講授 那少部分的時候會有一些示範啊 習作的部分 那大家會很關心啊 各位同學一定很關心說 成績怎麼算啊 我們的課會是這樣 沒有期中考 因為這個課不是在靠考試來測度 評量你的教育成效 那不考試完全不考試也不是很理想 整個學期有些技術的東西呢 我們一定會有個期末考 這個課長期以來老師在執行還OK啦 還OK 有一些學理你終究要知道 那類似一個函數 你看到這樣的現象 往前就會知道事實上有發生這個事 才會今天有這樣的車禍現象給你看到 所以那有一些基本的原理的東西 那很重要的一個就是我都會比較堅持啊 車禍你一定要看得懂圖啊 你看到一個車禍現場 能夠畫出圖啊 你看到一張圖能夠理解說 現場是長怎樣啊 所以要先告訴各位 這是一個閉考的題 那另外呢 平常會有一些作業大概是給你練腦力啦 有40%的這個作業以及平常的課程參與啊 我們有一些對話之間的部分 那另外 課程上如果不做作業 你腦子不動一動 基本上是很難有長進 所以我們還有一些作業 作業的部分 這作業有個別的 有幾個會是小組的這種作業 在分數裡面會有一些配當 出發